Hello大家好,这边是Jesse,欢迎回来 今天呢就要给大家测评一下 去年我整个一年用到的一些眼线类的产品 今天呢会给大家聊到十多种的眼线产品 主要呢是以眼线胶笔和眼线叶笔这两类 来给大家主要聊一下 因为我觉得是我们化日常妆最熟悉 而且最方便能用到的两类 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测评它们的标准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顺畅度 遇到我们的双眼皮或者说有一些眼纹的时候 它会不会就是容易结块或者卡格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持久度 这个是我个人最看重的一点 就是出门出一天回来之后发现 上面的眼线已经晕到下面了 再一个就是是不是很好上手 根据这三个点来说一下今天的这十多样产品 那第一个我要说的呢 就是我个人用的最多回购最多的眼线 我手里的这一支呢是一个棕色的 它们家大概就只有两种颜色 因为我在一些美妆店买的时候就只有两个颜色的分类 一个是黑色一个是棕色 我个人觉得用下来棕色是比较好掌控 而且最适合日常妆容 它这一款就是特别特别的流畅 而且特别软糯 它很适合我们画那个眼颜下肢这种妆容 很好的晕开 一个防水效果的眼线笔 所以就可见它的持久度是非常非常好的 到下午的时候呢 它也是会完好无损的待在那里 我个人呢是万年回购 如果说我近期没有一些就是想要购入新的产品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话 我都会去回购Clio的这一支 大家可以入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刷子 我手里的这个呢是Anastasia的15号刷子 它的刷头是这种扁扁的 而且非常的细 非常的好晕染到这种胶笔来塑造我们的这个下眼检的效果 我跟你们说 这两个产品搭在一起就是王炸 我并不说推荐大家一定要入这个牌子的 但是大家可以找一下这种笔形 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短 这样用起来就是比较灵活一点 特别是能照顾到这种比较小细节的这种地方 Anastasia的眼线胶笔 我用完的是03号 就是这个有点深棕色的这个颜色 然后我现在回购的呢是一个比较浅的这个颜色 是02号 是比刚刚的那个Clio更细一点的 我们转出来的时候它是有这种卡格的声音 你用多少转出来多少 我手上这支还是新的 它不像Clio的这种 一转就能看到整个笔形到底有多长 它这个就是全部藏在里面的 我们是不知道里面有多少的 带顺滑度和新手的上手度呢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唯一就是不太持久 就比较适合你短暂的出行啊 或者说画一个极简的妆这个样子 不适合我们一整天需要画一个全妆 或者说需要撑很久的这种妆容啦 下一个我要说的呢是Love Liner 名声最大的一个吧 它也是一个日本的牌子 买的是一个黑色的 里头呢是这种宽宽的横横的 很像眉笔的那种感觉 我刚刚看make是一样的 就是你用多少呢你就转出来多少 因为可能是我买的是黑色吧 它颜色比较深 我个人是觉得它很容易晕妆 而且它的饱和度呢没有刚刚说的clio和canmake好 我不太懂为什么就是很多人就是会比较推这一支啊 因为这一支在我这里是一个我不会回购的 因为我对于黑色的眼线笔的唯一要求就是不要晕 因为黑色眼线如果晕了之后 真的会显整个眼妆特别丑 就很像我们哭完之后的那种感觉 就不干净 他们家的眼线笔是我今年刚注意到的 就是突然间在某书上特别特别火 因为今年出一个特别火的妆容 就是我们的下睫毛可以用眼线笔画出来嘛 所以我在起初呢入了他家很多的眼线叶笔 我个人是觉得那个笔出特别好用 在接下来我们那个眼线叶笔那个板块 我会好好聊一下 但是这个眼线胶笔呢 我真觉得就是和眼线叶笔一样的好用 它首先这个笔啊是特别有分量的 而且是这种磨砂质地的笔杆 比起看make那个我推荐大家可以去把它当作内眼线用 这一款呢你可以把它当作外眼线 就是外面的这个眼线的小尾巴去用 然后再给它晕开就非常的好 它这款我觉得也是用的挺快的 我回头一定会再回购 因为它家这个眼线笔的这个分量啊 在我心里应该能赶上这个CLIO了 这一款呢也是我新入的 就是这个UNICLUB这个眼线笔 它们家我之前用的是眉笔来的 然后这次入的呢也是一个棕子 非常持久的 基本我用手蹭啊 刚画完之后用手去蹭就蹭不掉了 而且它精细程度也非常好 也不会卡和画内眼线 包括去塑造眼尾呢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再来呢就是我买的一个花洛丽亚的 这支小支的眼线脚笔啊 它们家我之前是买过眼线液笔的 我觉得挺好用的 然后又入了一个脚笔过 现在手里这个呢是02号 刚刚的那支UNICLUB呢 它就会偏红棕掉一点 这支呢就是很像深棕色 我觉得是最适合我们亚洲人的那个 瞳孔的那个颜色 如果你戴的大部分的美瞳是棕色的 以及如果说你不戴美瞳 你眼球是那种偏棕的话 试一下这支眼线笔 我觉得就是配起来会非常好看 会显得你整个眼睛很通透很灵性 以上呢就是我要聊的眼线胶笔了 接下来就是眼线液笔 今年用到最好用的眼线液笔呢 就是小乐廷他家的 我手里呢是有黑色和棕色这两个颜色 黑色呢是非常好塑造我们整体妆容的那种立体感的 然后我个人用棕色会比较多 我在日常妆容里面用棕色的这一款画出小尾巴是最好看的 我今天的这个妆也是用的他家的这个画的眼线的尾巴 而且他家这个笔头啊就是非常的纤细 它整个的那个质感很像毛笔一样的 下眼睛要用那个眼线笔画出假睫毛的那一簇一簇的感觉 他家这个笔头呢真的是名不虚传 非常非常的细腻 它是干得特别快的 基本你上眼几秒钟十秒钟 它就已经干得你用手很难去蹭掉了 今年我最惊喜遇到最惊喜的一个牌子 就是小乐廷了 再来呢就是Clio家的眼线叶笔 对于他家的眼线胶笔来说 我觉得眼线叶笔应该会做得很好 但是真的是有点让我失望 说实话他家这个眼线叶笔 因为我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 他这个笔头是海绵做的 在我们用的时间长之后 它会有一些小海绵球聚在某一个地方 所以它会让整个线条画起来不流畅 而且比较粗 这种笔都是需要你下手非常轻 而且就是经验特别老道的那种人 才运用得好 像我就是入了之后 我觉得很难再去回购了 因为真的是用了一次之后 就不太想用了 这款我基本就是一直在闲置了 在这里我也是不推荐大家入的 再来呢也是一个日本牌子 就是Dolly Wink 它家做的睫毛比较多 以至于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 它家这个眼线叶笔 即便是黑色也是 我手里眼线叶笔最黑的一个颜色 它的这种黑的程度啊 我真的觉得就是非常黑 就比写我们那个小时候 学那个毛笔字的那个墨 还要黑 它的那个黑啊 都会让整个妆容显得很假 然后很像那种十年前的妆容 就是死板 笔杆啊 还是挺好用 挺精细的一个 但是就唯独它这个调色 我觉得有点太黑了 就不是很自然 我就没有再用了 大受好评的这个 Love Liner的眼线液笔 我手里呢也是一个黑色 我觉得唯一可以吐槽的点 就是它的笔头 刚开始是细的 但是用时间长之后 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的那个液体 截到前端的时候 就有点截块了 笔会比较顿一些 颜色对比刚刚的那个Dolly Wink 它会更偏 棕黑掉一点 它的黑呢会更透一点 而且会更自然一些 没有刚刚那个那么死板 整个质地啊 调色啊 我觉得都没有小乐听优秀 所以在这里 也是一个 我不会回购的产品 但是整个的笔杆啊 还有就是 使用的那个过程 在初期阶段呢 都是挺好用的 它是一个牌子叫玛丽吗 你看 看我刚拔出来 它就喷了 这个真的是 我以前很 很着急化妆的时候啊 就把它弄出来 然后弄得我满手都是 就很生气 那那个滤芯 做得不太好 还是怎么样 反正我每次打开 它就往外喷 一个海绵头的这种 笔杆 也是我不太喜欢的 因为用到后面 这个海绵头 就是会容易 晕 而且它整个颜色呢 也是我不太喜欢的 那种橘棕色 看起来就是 有点装不装 黄不黄的 这支笔 在我这里是一个雷品 就是 不只是不会回购的 就是它简直就是很雷 因为它的使用感受 真的不是很好 就是 基本上你打开 每一次它都会冒水 而且弄得满手都是 花洛丽亚的这一支 但是它呢 是一个 葡萄色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前段时间特别迷那种 带一点颜色的那种妆容 这个颜色呢 是10号 多肉葡萄 笔杆上的这种 就是嫩嫩的 有点偏粉调的籽 它出来的是有点发蓝色的 不管说细腻程度 还有就是 它的那个笔头的设计 还是说 它那个出水的流畅度 以及它的持久度 它都是满分 所以在这里呢 我会更多的去购入 它家其他颜色的 眼线笔 我想多试一下 黑色棕色这一挂了 接下来呢 也是今天全场的 唯一一个欧美品牌的 一个眼线笔 就是Stella这个牌子 其实它家做眼线笔啊 包括这种彩色眼线笔 是很出名的 我手里这一款呢 是白色的 是去年的 我忘了有一个 什么妆容我需要的 然后就紧急购入了 它每次换完之后 它都会 这个笔头上 都会带一点那个妆下来 就没有那么的干净了 如果你去买一些 其他颜色的话 它应该就是不会 像白色这样容易脏了 头是海绵头的 但是它这个海绵头 相对于其他的那种 短粗胖的海绵头 它是挺修长的 所以它能画出 比较细的这种线条 它的持久度 还是说细腻程度 流畅度 它都是一个 还不错的眼线笔啊 但是对于它的价格 和定位来说 不是一个 我会回购的产品 因为在我这里 如果说 我想买白色眼线笔 那花洛丽亚呢 它们家不管是价格啊 还是整个的品控 我觉得是做得更好的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要聊到的所有产品 在最后呢 我想给大家总结一下 如果说你是手残档 然后追求持久度 顺滑度 好上手 来说的话 我会比较推荐 小乐厅 看make 还有clio 小乐厅和clio呢 是我觉得个人 来说持久度 做得最好的 而且它的软糯度 很适中 看make呢 就是有点太糯了 整个对新手友好的 那个软硬程度来说 我会比较推荐 小乐厅和clio 那眼线叶笔我推荐的呢 就是这个花洛丽亚的 还有小乐厅的这个 那那个笔尖的弹性度 真的是你练时间长了 可以画出那种 很真实的下眼睫毛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很适合画一些眼尾啊 或者说你去塑造一些 真实毛发的那种感觉 想跟大家说两个小工具 一个是这种平头的刷子 再一个呢 就是不管说我们画眼线胶笔 还是眼线叶笔 那个尾巴需要一个精细和干练的那种程度 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 带小海绵头的这样的小棉棒 去给它做一个修饰 整个线条呢 会更加流畅 而且你不小心画出来多余的部分呢 就可以用它 很容易就可以擦掉了 好啦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一个赞 如果你喜欢我频道内容的话 别忘了去点击订阅 这样我下期发视频的时候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啦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谢谢